南昌鸿骨隧道第一节城管今天复运 新闻追踪 物园遭强降雨袭击的大部分受灾景区已经正常开放 封城市警方摧毁一个家族式跨省贩毒团伙 关注百姓生活新闻与您同行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夜行 我是徐静 咱们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省委省政府昨天在吉安县召开 全省精准扶贫攻坚现场推进会 省委书记强卫省长陆新社出席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墨建成主持会议 省委书记强卫今天来到省社科院省社联调研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2015年全省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今天举行 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墨建成出席并讲话 继续我们的夜行 作为国内内核规模最大的城管隧道 南昌市洪谷隧道工程今天迎来了首节城管浮运陈放 在五艘大型托轮的护送下 城管历经8650米的长距离浮运 早上五点钟记者在南昌市洪谷隧道制作城管的预制厂看到 首节城管正在进行出雾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这次浮运安装的首节城管长115米宽30米高8.3米 自重2.5万吨 加上其他的设备近2.8万吨 5点20分首节城管通过脚车被拉出雾 随后五艘大马力全回转托轮开始托运 据了解整个浮运的航线长度为8650米 一般区域按照每分钟30米的浮运速度计算 城管浮运需要8到11个小时 这么长时间的江上航行 要始终保持城管处于平稳状态 对五艘托船的配合用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在我的管段 包括我的一些托轮上面都装有GPS 这样它就把我整个一个移动物体这一块 全部摸引到电脑上面去 包括我整个一个航道线的 提前把坐标输入进去 运行过程中不断地反馈到电脑里面 进行一个即时反馈 浮运中要经过生米大桥 朝阳大桥和南昌大桥倒碎址 在通过三座大桥时 为了保证浮运安全顺利进行 浮运速度由每分钟30米 改为不超过10米每分钟的速度通过大桥 生米大桥和朝阳大桥的桥蹲间隙较大 而南昌大桥的桥蹲间隙 仅为68米 难度系数相当大 过每座桥之前 都会预留一个大概150米到20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 而进行一个管段的一个调值 就是保证我这个管段 跟桥是处于一个垂直状态通过 为了保证洪谷隧道首节城管浮运设立进行 南昌海事部门对航道进行了临时管制 下午的3点20分左右 城管顺利通过了南昌大桥 这个庞然大物穿过大桥的场景 也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市民前来围观 它讲到有那个航空母舰那么大了 我们想看看 我们是轨道集团的嘛 也是同航的 也过来看一下 学习一下 这个东西我们平时也没有见过 据了解洪谷滩隧道建成后 市民乘车过江 最快只需要三分多钟 昨天我们报道了 受持续强降水的影响 物园部分景区遭受洪水清洗 受灾严重的消息 目前呢 洪水已经退去了 经过积极自救 大部分的景区已经正常开放 我现在是在物园县里坑景区 6月8月3月8点钟左右 这里爆发了山洪 最高所谓大概涨到我这个位置 离地面有一米五左右 两岸的古民局都进了水 所以一来大水就上路了 上路了我想办东西也来不及了 然后就让它泡了 只能让它泡了 人要逃了 然后强步箱子 强步死关 强步水到膝盖这里过 洪水不仅将店铺里的商品浸泡 还冲毁了一些小桥 村民李全旺告诉记者 他家门前的石桥就被大水冲走了 刚那些大雨 我这个桥就冲走了 我现在没办法等不过来的 造成我们景区现在目前为止 石桥冲了一块 木桥冲了十一座 这个三体滑坡的大小的一起算了一下 二十九处 全大木船比冲走一艘 毛筑牌的筑牌船比冲走两艘 据了解 景区在洪水爆发之前就启动了应急预案 由于处理得到 洪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洪水退后景区的生产自救已全面展开 目前我们正在清理垃圾 清理污泥 及时进行洗刷 消毒 目前在物源县的其他受灾地区 当地也正在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封城市警方历经一个多月的侦查 日前成功摧毁一个家族市跨省贩毒团伙 抓获涉案团伙成员八名 缴获冰毒五点七公斤 毒资十二点七万元 斩断了一个从广东到江西的运毒通道 今年二月 家住封城市孙渡街道的曾某某 隐稀式毒品被警方查处 民警发现曾某某没有固定收入 但平日里花天酒地开销很大 很可能有不正当的收入来源 通过进一步调查 民警发现曾某某有重大的贩毒嫌疑 三月中旬 封城警方调集了精干警力 成立了专案组展开深入侦查 随着调查深入 一个家族贩毒团伙 渐渐地浮出水面 该团伙以曾某某 曾某将两兄弟为首 其姐夫谢某 妹夫罗某 负责去广东购买毒品 5月3号 专案组获知罗某要去广东购买毒品 决定收网 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5月5号凌晨 罗某获得了毒品后 乘车返回封城 民警一路跟踪将他控制住 当场从他的身上查获毒品 5000余克 随后民警又将曾某某 曾某将抓获 并且在曾某将家中 搜出了毒品800余克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6月8号中午的11点多钟 省高速交警 一支队第五大队民警 在德昌高速往德星方向巡逻时 发现一辆小轿车 在高速快车道和慢车道上 不断地换道 而且还走走停停 交警立即要求车辆 停车接受检查 在检查询问过程中 交警发现 这名司机眼神恍惚 而且身体左右摇晃 站立不稳 平经夜民警怀疑 司机可能是吸食了毒品 你刚刚在高速公路上干嘛 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干嘛 回家 回家停在路上干嘛 停在高速公路上 快车道行得到吗 干嘛 停在车去干嘛 没干嘛 没干嘛 刚才那边没干嘛 你刚刚为什么停车 那车在高速公路上呢 我为什么停车 我干嘛 说了一点 大点声音響 大点声音響 说了点兴奋是吧 很兴奋是吧 你说兴奋 说多少嘛 大说的嘛 就说一兴奋 司机承认 自己在上高速之前 吸食了一种名叫 K粉的毒品 上了高速后 开始产生幻觉 无法控制自己 随后 交警在司机的车上 发现了一副 其他车辆号牌 和一把管制刀具 经检测 司机要简称阳性 由于涉嫌吸毒 高速交警 已将此案意交给了 当地公安机关处理 目前 司机因为吸食毒品 已经被治安拘留 好的 更多的新闻资讯 来看一组一行速递 从今天上午开始 到9月30号 320国道上饶至 鹰坛区间部分路段 实行交通全封闭 已拆除重建境内 三座微桥 过往司机 需要注意 公路沿线的 交通提醒标志 必要时提前选择 绕行路线 南昌市档案馆特藏库 从昨天开始 为市民免费开放三田 南昌市档案馆特藏库 收藏了从南昌市档案馆 20多万卷 馆藏档案中 甄选出来的 具有特藏条件的档案 主要以直观的手法 展示档案原件 包含了 清咸丰元年的地契 道光眼睛的古籍 等200多件档案实物 2015赣州上游 首届漂流节 近日启动 游客沿着两岸 满目清脆的河道 在水里挥讲细水 体验精简刺激 纷纷大呼过瘾 上游县有着 丰富的漂流资源 首届漂流节主题为 美丽老家幸福赣州 生态上游 快乐自驾 清爽一下 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 前来畅游细水 江西武宁县 鲁西镇湖山村 一对残疾小夫妻 科鱼春科医 5月29号 生下了三胞胎女婴 惊喜之余 夫妻俩又开始 为三个孩子 未来的生活费用发愁 目前当地民政部门 已经为他们发放 临时救助资金两万元 同时呼吁爱心人士 共同伸出援手 帮助三胞胎成长 昨天下午 经过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手术 来自江西的一对 臀部连体女婴 在上海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 成功接受了分离手术 这次手术 在我国连体 婴儿分离手术中 首次采用了3D打印技术 用于精准辅助手术操作 设计和优化手术方案 医生表示 如果术后一切顺利 他们长大后 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今天上午的10点左右 记者从东方之星现场协调指挥部获悉 东方之星浩克伦已经起航 由南京油运公司一艘托船 托往距离事发地点上游10公里的 湖南华融县塔士一码头 近年来 野生东北虎出现 从俄罗斯境内 向中国境内扩散的趋势 野保专家表示 野生东北虎频繁跨境 得益于中俄双方保护水平的提升 据介绍 近年来 中俄边境 俄罗斯一侧东北虎的种群已经饱和 一些东北虎为了觅食和寻找新领地 向中国境内扩散 而中国从上世纪末实施了天然灵保护以来 大面积森林逐渐复苏 也为东北虎回归创造了条件 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 8号到12号在宁波举行 这次博览会设立了 中东欧国家特色产品展和特色产品长年展 葡萄酒 水晶制品 蜜辣等三千多种中东欧特色商品 在宁波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上下 据海关统计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贸易 2014年达到了602亿美元 博览会给双方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温布丽体育馆是英国伦敦的地标性建筑 当地时间6月8号 一名胆大的英国跑酷选手 爬上了体育馆高130多米的钢筋拱架上 在大风中玩起了高空行走和自拍 从远处看130多米高的弧形结构 跨过了温布丽体育场的上空 支撑着整个体育场的北部穹顶和60%的南部穹顶 高空行走的挑战者詹姆斯金斯顿 今年24岁 来自于英国南安普敦 他登上了钢拱架的最高处 腰缠保险绳 然后冒着大风在钢拱架上缓步行走 并进行了全程直播 为了达到此次的高空漫步 30位安全专家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周密计划部署 以保证安全 此前金斯顿也曾挑战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多座建筑 其中包括迪拜第二高的建筑公主塔 卡帕多基亚是土耳其著名的旅游圣地 也是全球求婚成功率最高的地方 每年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准薪人们来这里细节连离 卡帕多基亚位于土耳其中部 以奇特的岩石构造 岩栋和半隐居人群的历史遗迹而闻名 这里还有很多早期的基督教教堂 土耳其很多公司在卡帕多基亚经营 热气球观光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天刚蒙蒙亮 来自于纽约的汉斯和女友 已经坐上了这几球 今天的汉斯有些紧张 因为一会儿他就要完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从空中俯瞰地面 三名男子拉开了一条横幅 上面写着 帕姆你愿意嫁给我吗 爱你的汉斯 原来汉斯是在向女友求婚 如此浪漫的一幕 让帕姆感动不已 跟汉斯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据一家热气球公司的经理介绍 过去几年里 他们公司承接的求婚和结婚活动 一年比一年多 今年截止到目前 每个月都能有十位客员预约要向伴旅求婚 节目的最后 再来关注一下 明天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